- 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繼續跟進一下美思之亂這個事件的最新發展。 這個美思之亂,其實來到現在,很多人就已經叫主辦方退票, 又或者是想叫球員、球會出來交代清楚整件事。 但來到今天,2月9日,退票方面就有最新消息出來, 其實現在消委會已經接到過千個球迷投訴要求他趕快推款, 根據主辦方最新公告裏面所說, 主辦方方面就公佈會向球迷推回門票一半款項, 而相關的退款安排詳情就在3月中做一個另行的通知。 而他公告裏面也說道,向所有因為香港隊對國際馬里亞密這一場球賽感到失望的球迷致歉, 他說本來希望這項活動可以成為香港的驕傲, 也都為這個目標奮鬥了幾個月,但最後令到各位失望和心碎。 而這一場比賽賣出了3.8萬張門票,每張費用是880元到4880元, 推算門票的收入介乎是9000萬到1.2億,即是已經佔了國際馬里亞密的出場費一半。 其中一個關注點就是今次出場費的費用是多少? 根據了解,今次出場費是650萬美金, 折合港幣5083萬, 其實外界一直在存著這一個出場費是有1000萬美金的。 為何現在會變成650萬呢? 原來之前在大陸的時候是有人想邀請國際馬里亞密去大陸比賽的, 所以就給了300萬美金先。 來到香港了,因為時間又緊迫, 和之前也收了300萬,所以價錢便宜了下去。 如果是退票的話,很有可能就這場球賽變成主辦方基本上沒有錢賺。 但是也有個點, 退票是否每個人都會退呢? 我相信有部份的人是未必會去退的, 或者是退不到。 外地來的人,這班人肯定退不到啦。 他過來香港來來回回, 花的錢都不少啦。 但是想不到, 他退到這麼厲害, 退到一半, 本來我以為他退三成左右而已。 但是今次這樣全退, 會不會是國際馬里亞密? 在這一個氣金裏面, 都會退回部份給主辦方呢? 因為始終是他們搞到這場風波變成這樣。 雖然是叫做有傷在身, 但擾場一周, 又無, 安撫球迷都無, 國際馬里亞密其實都叫做整件事在公關上處理得不好。 去到昨日下午5點, 蕭委會已經接到1178宗相關投訴, 涉及金額810萬。 而這個美斯之亂, 國際馬里亞密也出了來道歉。 路透社引述國際馬里亞密的聲明表示, 當時想等到比賽時才決定是否派美斯和蘇瓦雷斯上場, 和爭取機會令他們能夠上陣。 不過醫護人員評估到最後一分鐘, 認為上場對兩個人來說風險太大, 球會就說理解到, 辭理的決定是引起球迷不滿, 同時令到主辦方感到失望。 而國際馬里亞密表示, 如果球迷願意的話, 球會是會渴望再來香港。 在香港聲明提到, 球員在足球比賽中受傷, 就不是任何人的錯, 這一個是足球運動的一部分, 球隊會持續關注事件對不同利益持分者的影響。 這麼說, 渴望再來香港, 你再來香港是否不收錢? 你如果收錢的話, 那就不要來啦。 你想下, 原本的氣金是一千萬的, 後來大陸搞不成啦, 就來到香港的六百五十萬, 渴望再來講, 不就是給你多一鍋, 就算不是劏球迷, 都劏主辦啦。 所以他說渴望再來這一點, 我覺得是有點搞笑的。 再加上現在來說, 大陸都已經封殺美斯啦, 在足協你找不到他的新聞, 你想下大陸都封殺得的, 香港會不會有生路給他走呢? 還有一點喔, 香港方面他做這些事是會徹底過大陸的, 有時大陸的事不會做到好絕的, 但香港是會做得比大陸更加徹底。 而且這件事是發生在香港的, 會不會再請多次國際賣物過來呢? 我認為好難啦, 今次的事件可以講得上, 國際賣物有機會是失去了香港和中國的市場, 當然啦, 可能他們就不太在意的, 因為他們主要的市場可能是歐美地區啦, 再加上美斯都生涯末年了, 可能賺錢都賺夠的啦, 因為他其實由踢球到現在啦, 應該都賺了整個百億的港幣的啦。 就算他現在退役, 他都不會說沒錢用的, 就算是他要回去大陸賺食, 都不是那麼容易或者短期內可以做得到的事咯。 但說回頭啦, 我是猜不到主辦方呢, 退款的力度是那麼大, 直接退一半咯。 如果不計其他收益的話, 他整場球賽, 他是沒有賺到錢的, 可能還要貼錢的, 但是可能都沒有辦法啦, 受了好大的壓力, 所謂的壓力呢, 第一, 可能政府給他壓力啦, 第二啦, 官媒, 好多的官媒口誅不伐, 只是昨天, 大陸有幾個官媒都在出聲啦, 有好多社論在說啦, 然後香港啦, 好多建制派的報紙, 出了不少於十篇的文章, 是在說這件事的, 所以他們承受的壓力會非常之大, 而且這間公司, 他是第一次做這些活動啦, 這麼難得, 有了一個這樣的經驗, 你說他想不想繼續做下去呢, 肯定是想繼續做的, 今次我退給你, 我自己的形象好返, 然後球員受傷不關我們事, 踢了個球去國際賣物那裏, 而我今次這樣退款, 我們自己都蝕錢啦, 之後再搞的, 人家未必會抵制他嘛, 是知道不關他事嘛, 而且他有退錢嘛, 大家的心都舒服了好多, 再加上, 官方媒體是不得罪得的, 這麼多官方媒體一齊, 在口諸不罰, 肯定有問題出現了, 他們呢, 這樣炒下去呢, 對他們公司來講, 都不是一件好事啊, 所以趕快退費, 退跪了他咯, 如果不是, 這樣搞搞下, 再燒到自己這裏, 就不是這麼簡單的啦, 因為你看到啦, 只是昨天, 這一兩日, 件事在大陸發酵都好厲害, 好多人拍了抖音, 就在剪美斯的球衫, 這一樣東西是會傳染的, 因為大家知道有流量嘛, 雖然好多人呢, 我看他買的球衣應該都是假東西來的啦, 真球衣未必捨得展, 因為價錢都不低, 但是, 已經在網路上這樣傳染了出去啦, 再這樣搞下去, 分分鐘主辦方, 連生意都不需要在香港做的啦, 所以最後唯有割肉啦, 我自己看件事會是這樣咯, 不過, 在錄片的期間, TECNA也是公佈了他的收益啦, 他披露活動收入是接近1.5億的港幣, 原本是賺1千3百萬, 但是現在倒竊4千3百萬, 他亦都是公開了這一個活動的算益表, 不過就沒有詳細列出各項收入支出, 只是公佈大數, 顯示到TECNA今次的賽事連同票房贊助, 收入是1.56億的港幣, 但表演費、宣傳費、工作人員的工資出是去到1.439億, 本來他們是賺1千3百萬的, 如果扣了50%門票退款, 虧損就是4千3百萬啦。 原來他們的公司總部在過去45年都是在香港的, 如果是蝕那麼多錢都仍然退的話, 那他們就真是可以叫做挽霉那個形象啦。 那退一半錢我想都應該可以接受啦是吧? 那始終都有入場題的嘛。 好啦,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說, 下面留言啦,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, 拜拜!